來 因為我不會每一支都拆開 隨著網路科技蓬勃發展 疫情過後民眾消費習慣 也從實體店面轉為線上購物 讓直播電商 犹如雨後春筍般的便利開花 而知名電商也邀請 綜藝天王吳宗憲 以及全台網紅舉辦聯播盛典 賣了十幾萬組了 也創造了大概六七億的 七億多的一個營業 那這個講真心話 賣3C產品很難談 但是為什麼還是要賣 賣服務嘛 我們就是給大家快樂嘛 有網路就有商機 元首一機的時代 網路銷售也成為兵家必正之地 許多藝人紛紛投入電商產業 曾經做過銷售的 泰亞族直播主阿金就透露 網拍13年轉戰直播帶貨 最大的擔憂是網路的流量波動 其實流量就是我們的營業額 就是我們的 我覺得客群很重要 我們的人數 就相對它就是我們的一個流量 有時候我們會因為賣了什麼產品 會影響到我們流量的波動 由於部分客群是部落的媽媽小姐 網路科技與轉帳付款的操作 也讓原鄉的線上購物出現一道門檻 那部落它可能就是沒有 像有的沒有就是金融機構 像我們早期在做也是沒有戶到付款 但後期我們就是為了讓大家方便 我們也開啟戶到付款的功能 我們剛開始都是我後面用手抄的 那後續是因為我們的量越來越大了 訂單量越來越大 我就沒有辦法手抄了 對那後台系統就會整合每一個人的訂單 所以對我來說是非常方便的 投入直播產業多年 阿金也體驗到誠信的重要 而客戶的回饋也成為他們的最大成就 也很怕一堆網路詐騙 其實客人都會很怕 覺得是說你賣的東西跟收到的東西 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們收到回饋的品質都非常好 所以我的成就感會覺得還滿好的 我覺得除了你本身自己要愛講話 因為我們做直播這個產業 你其實就是要一直說話 那再來你的個性其實就是要活潑 外向開朗 再來你也要有具備的基本的銷售能力 科技進步快速 網路直播購物也成為主流 阿金未來計畫擴大事業 開設直播銷售課程 期盼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 共同創造理想的事業版圖 原始新聞感到麻藥 許家榮 台北市前面報導